自杀人 我喜欢举例子的 台上角色的例子 一讲你就听清楚了 我问你啊 很多人 本来不该死的 算命说他不该死的 他 突然之间被车子压死了 有没有啊 我不知道 也有可能吧 什么样可能啊 马路上天天被人家压死的 没有的 本来不该死的 被突发世界压死的 我问你 一架飞机300个人 都是该死的 他们为什么死啊 黑白无常没有 没有拉他们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死啊 你讲 我不知道 你解释给我听啊 那就叫冤鬼 叫冤魂 听得懂了吗 哦 哦 不是 冤魂冤鬼 就是说他 也就是他时辰没到 突然间走了 就变成冤鬼 时辰没到 因为一个人有七分是命定 三分是扬间你自己的所为 所以当你在行驶三分的时候 只要过头了 做大饿了 时辰没到 也会把你拖走 那么有时候呢 时辰没到 黑白无常没来拉你 对不对呀 但是问题 你的缘分 恶缘到了 他就可以让你先走掉 这个走是突发事件 明白了吗 那就是包括自杀呀 这些东西 对了 因为突发事件 一个灵性上升了 连黑白无常都没办法 明白了吗 那你这样子 那说明他的时辰也是到了 说明他的寿命也是到了 没有 很多人的阳寿根本没到 就这么死掉了 你不是有个碟吗 我的理解就是说 你经常说 比如说到五十三岁啊 五十六岁啊 有个碟在那里 对 那也就是说 他寿命本来是八十多岁 但是这个节呢 他还是因为在阳间 做了太多的坏事 那现在呢 这个节呢 到了 你过不了这个坎 对 他就走了 对 你这句话 你这句话是对的 就是说 我们应该可以走到 七十岁八十岁的 对不对呀 但是在任何一个坎 我们在越过的时候 只要哪一次越不过 你可能就没了 听到我吗 那不是谁 他阳寿 已经也是在这个结束了吗 没有 阳寿是阳寿 阳寿大了 应该是七十岁 听得懂吗 但是你应该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应该很有钱的 为什么你没钱了 因为你没有 好好地勤俭节约呀 听不懂啊 哦 那这种的话 那你要在阴间 就是受苦 受到七十岁八十岁 真正的 对 你现在 还有个 那这个东西 跟车祸 也是有关系 比如说 亏机整个爆炸 他 那就是说 这些人都得要 等到 上手到了 这个叫什么事情 我讲给你听 好吧 好的 这叫贡业 当贡业 当贡业来的时候 很多人就无缘无故的 会被弄死掉 因为这些人 到了地府 连小鬼都看见他们 哎 你不该下来 你下来干嘛 过去 有一个村庄里面 生力气 就是说 这种传染病 结果很多人都死了 结果后来 有几个人 活过来的时候 他就告诉说 地府的 阎王老爷都说 哎呀 真的是倒霉啊 你看这个村庄 这么多人死了 有些人都 两手没到 根本不应该下来 他们怎么都下来了 现在明白了吗 哦 这叫accident 英文讲叫accident 就是突发事件 听得懂吗 突发事件 那如果我在这里阳间 突发事件 是针对那些 不怎么做善事 对 告诉人类那些人 也就是说 你越讲越聪明了 越讲越有智慧了 也就是说 不好不坏的人 只要有坏事来了 他就进入了 不好不坏的人 有好事的话 他也进入了 那么如果 比方说这个地方 比方说你这个命 特别好的 那么因为你做了 很多善事 你像菩萨一样 只要这个地方 真的有灾结 菩萨也会把你调出去 让你上不了飞机 听不懂啊 哦 就这么理解